去年的差不多这个时候 2021年的11月8号 我很荣幸成为你的大姨 现在要和大姨诉荣说 再见了 很开心可以遇见你 见过很多生死 内心坦荡 希望接下来的路 你可以遇到一个知冷知热的人 如果遇不到 也没关系 因为你有潇洒走一回的本事 然后希望所有的观众 可以在这部剧里面 收获很多的温暖 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 谢谢